但是其实今天有一个重大的错误 Hello,大家好,我是小家 现在是早上六点半 今天出一趟远门 第一站呢,是茂陵 然后是法门寺 然后是乾陵 就是所谓的西县 更加具有历史文化的一个线路 好了,等一等,六点半准时出发 昨天买的鸡蛋回去 然后吃个鸡蛋 经过一小时车长到达第一站茂陵 就是这里是我今天犯了一个重大错误 后面会说到 门口一些村民在这买的卖的水果呀什么的 第一站来到了茂陵 距离线差不多六七十公里 五六十公里 这特别凉快 而且我刚才发现门口卖的那种凉皮 特别像农家两层 就有个可能村民摆了趟 感觉应该不错 茂陵呢是汉武帝刘彻的墓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景点了 七十五一张 再来一个菜盒 哎,这个是 茄子 哦,对,来个那个 来个这,来个这的 你要这个啊 对对对 第一次吃这个茄子辣椒的菜盒 多钱啊 多钱一个老爸 五块一个 哦 嗯 然后我看你这个这个凉皮的美的哈 这个也是这是面皮 我喜欢面皮的 哦,跟我来一个这 在这吃 在这吃 哦,自己 这面皮真带的啊 对对对 调一下 看哈 这香的还 看着都挺香的 三拌面 三拌面 哦,陕西的三拌面 辣子多 十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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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子多 哎,妹 哎,又来一句吧 行,你来试哈 哦,行啊 这我才早上八点 这两只看起来特别香 辣椒要不要 尝尝 嗯 妹不妹 这 他先吃不到这种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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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茄子菜盒 吃过没有 嗯 哎呀 这个 狂粮皮 这是用面粉做的 想看着辣 看着红 看不辣 吃的干干净 这个 狂面皮 现蒸的 口感特别好 什么样要不要 茄子 辣椒菜盒 老大也吃过没有 哎呀 味道太美了 第一次吃 我也第一次吃 早上吃了个最硬和的早餐 凉皮加菜盒 哈哈 但是这些文物感觉好像是刚出土的 想不到吧 我竟然进来了 上个厕所 他这个厕所在里面 但是 门口的 那些工作人员 你说一声 你说是司机 你都可以进来上厕所 这点挺好 哎呀 刚才吃了 有点太丰盛了 忍不住 他那个宽 凉皮 简直是太好吃了 纯手工农家做的 没有什么景区的痕迹 到达了 早期普通县的法门寺 建筑相当的宏伟啊 法门寺里面有唐朝各代皇帝 在这里面 G4的奇珍一宝 其中就有一架 武则天当时穿过的衣服 真剑 在里面藏着 还有一个什么 植骨舍利 好了 到乾陵了 你看这么高地下 就是 应该是前线县城 底下高楼都能看到 结果 还得往上走 才能 见到 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的墓 我觉得这里还是值得一来的 毕竟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 但是其实今天 有一个重大的错误 第一站 第一站客人其实本来想去茂陵呢 结果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茂陵 第一个排序就是茂陵博物馆 我理所当然的想着 可能是就要去这个茂陵博物馆 因为那个点评 量以及排行都在第一 我到了之后 客人进去 也没赚多少时间出来 说 好像不对 最后查了一下 其实客人是要去 汉武帝刘彻的茂陵 是那个埋葬的地方 就类似于秦始皇兵马俑和秦始皇陵的一样 客人是要去秦始皇陵 而不是秦始皇兵马俑 所以我理所当然的 给人家打行到茂陵博物馆了 虽然茂陵博物馆 点评量最多 排行最低 但是客人不是要去这个地方 真的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车上来真的是想了很久 以后还是要 嗯 把客人的需求呀 问清楚之后 再根据地点去找 看一看这 木啊 真的是在山上见的 底下 县城 山上太凉快了 前陵 完全是在山上见的一个帝王 帝王陵 还在上面 你想想这当初的工程有多大 其实这里面 其实这里面 就传说有王羲之当年写的蓝亭集序 有可能藏在武则千的头下 棺材里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唯一吸引我的地方 但是这个木呢 经历了十几次的十几次的偷到都没有都没有成功把它造开 所以这也很神奇 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来前陵转一转 今天呢 这就是西县了 茂陵 法门寺 前陵 一会儿还有义德太子墓 还有那个太平公主墓 然后就回仙了 好了今天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 下次见 善气不善气 家里门口的就写的 就有武则天的诗